高射炮有名防空炮 相信该武器大家是应该都不陌生的 作为现今各国防空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至今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是各位知道高射炮是如何击落飞机的吗 在二战早期击落一架飞机需要多少弹药呢 防空导弹盛行的现今高射炮为什么还有重要的作用呢 今天大兵和各位探讨一下这些问题 在19世纪下半夜的时候 这时候西欧战争此起彼伏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 同年9月普鲁士派重兵包围了法国巴黎 切断了他同外界的地面联系 法国政府为了突破重围 决定派人乘气球飞出城区 同城外联系 不久呢 法国内政部长乘坐载人气球飞越普京防线 在都尔市进行宣传和鼓动 很快组织了新的作战部队 并通过气球不断的与巴黎政府保持联系 普军发现这情况后呢 立刻研究对策 开始研制专打气球的火炮 不久 这种打气球的炮就制造出来了 它是由加农炮改装而来的 口径37毫米 能够安装在可移动的四轮车上 期间通过改变炮备和射击方向 打下了不少气球 并由此得名气球炮 这便是高射炮的雏形了 此时距离世界首架军用飞机诞生 还有近40年的时间 到了20世纪初期 随着气球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在战争中 军火公司纷纷提出了高射武器和弹药的主张 当时提出的弹药种类包括 高爆弹 燃烧弹 流散弹 链状破片弹等等 隐信则是碰炸和定时等种类 1906年 德国爱哈尔特公司 根据飞机和飞艇的特点 将原来的气球炮装置进行了改进 制造出了专门用来射击飞机和飞艇的火炮 从此世界上首门高射炮正式诞生了 那时候设计师将火炮装在汽车上 并采用与现代舰炮类似的防护装甲 火炮口径为50毫米 炮管长约1.5米 发射榴弹的出速可以达到572米每秒 极限射高为4200米 1908年 德国又开发出了一款 性能更优越的高射炮 该炮的口径达到65毫米 炮管长约2.3米 发射榴弹时出速可以达620米每秒 最远射程可以达5200米 并且还使用门式炮架和控制手轮 扩大了方向射界和高低射界 在这时期 法国 英国 美国等工业发达国家 也相继开发出了各自的高射炮 不过在早期研发出的高射炮中 1914年 德国制造的77毫米高射炮 是性能最好的 其特点是在四轮炮架上装有简单的炮盘 该炮盘在行军时能折叠起来 用马车或者车辆牵引 作战时打开炮盘 支起炮身就可以对空射击 炮盘的使用不仅便于火炮转移阵地 还缩短了由行军转制作战的时间 再加上该炮采用控制手轮 调整伸管进行瞄准 并且首次采用炮盘 所以射击命中率较高 不过高射炮的快速发展时期还是在一战 1914年 随着一战的爆发 战争初期 法国在两架双翼飞机上 是装上了炮弹 用它代替炸弹轰炸德军的飞机库 紧接着 英国的飞机在同年11月 又轰炸了德军的飞艇库 德国损失惨重 由于飞机特殊的优势 一些地面使用的武器弹药 比如炮弹 机枪 步枪 甚至手枪等 都相继成了航空武器 被装在了飞机上 用来攻击地面上的目标 那么不久 飞机便装备了专用的火炮和炸弹 面对空中威胁 各国开始积极地研发新式高射炮 着重改进了高射炮的瞄准装置 大大提高了高射炮的射击精度 在一战前期 用高射炮射落一架飞机 平均耗弹量约为11585发 到了后期 耗弹量已经降成5000发了 这时候的高射炮 主要是改装自中小口径的野战加农炮 法国和俄国使用的 都是75毫米和76.2毫米的 由简易的防空炮架改装而来的火炮 不过这种简易的 只能打飞艇和气球 对固定翼飞机效果很差 因为这类火炮 大多缺乏测量目标距离 高度速度等一系列参数的火控系统 而且使用者是缺乏防空作战经验和概念 当然弹药的不足也是一大原因 当时高爆弹和流散弹所使用的定时引信 都是药盘定时和机械定时这两种工作模式 其中前者在射向高空时 由于空中氧气吸薄 燃烧速度变慢 导致弹药不能在预定的时间和位置爆炸 为了更好的打击用氢气灌装的齐柏林飞艇 英国设计师不仅发明了燃烧弹 同时还发明了夜光弹用于夜间射击 在观瞄系统方面 英国军火公司首先推出了结合 2M合相式光学测距仪 和侧角装置的UBR测距侧高两用装置 后来这装置与引信装定机构结合 成为了侧高引信两用装置 在一战结束之后 法国德国等其他国家也在这时期 陆续推出了新式高射炮和火攻系统 不过由于正值战后重建时期 军事预算紧张 而且各国飞机在结构和作战性能上 都没有出现太大变化 高射炮发展较为缓慢 主要的工作改变成改装和升级已有的高射炮 后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有8个国家发展了雷达设备 二战前 雷达逐渐淘汰了升学对空搜索设备 而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持有高射武器 因此 德国的克鲁波兵工厂研究高射炮的人员 都转移到了瑞典的伯夫斯兵工厂 并在1933年发明了88毫米的FLAK-18高射炮 紧接着二战的爆发让高射炮有了逆天的发展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日本德国为了对外扩张侵略 加紧扩军备战 进而加速了飞机制造业和军火工业的发展 一直到二战结束前这一时期 各国飞机不论是结构还是性能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原来采用的木 布等软质结构材料都已经被高强度合金材料所代替 飞行速度比此前提高了是一倍 普遍达到了每小时500公里左右 飞行高度更是达到了8到10公里 与此同时高射炮也是不甘示弱 其作战性能得到了极大提高 这一时期高射炮在结构和性能方面 有了以下几个突出的变化 首先高射炮开始采用长炮管 借以提高出速和射高 小口径高射炮的炮管长度已经达到了口径的70倍 出速达到了每秒1000左右 提高了近50% 中口径的射高达到了1万米左右 是原来的3到4倍 其次高射炮配备了先进的射击瞄准装置 提高了命中率 还有就是啊 在小口径高射炮上 装备了装填和附近等装置 大中口径则是采用了机械输弹设备 大幅提高了射速 另外呢 大部分高射炮都采用了自动化程度非常高的火控系统 全面提高了高射炮的作战能力 不过在二战初期 由于高射炮击落一架飞机的代价依然很大 由于飞机呢 一般都是居高临下的 所以想要发现并且躲避单架高射炮的炮弹 还是很容易的 因此为了提高命中率 地面上的高射炮只能组团发射 就比如说M34高射炮 射速在80发每分 集结几十上百门的高射炮持续开火 就能在敌方飞机的必经之处啊 创造一个爆炸的雷区弹幕 期间只要飞机赶过来 就有很大概率被击落 二战期间 德国在境内的重要城市和工业区上空 就曾用密集的高射炮打出过一片死亡弹幕 有亲身经历的美军飞行员曾这样形容啊 天空中飞行的炮弹多的能在上面走路 成千上万发炮弹就这样铺在高空中 极大的限制了飞机的活动空间 所以一般几千发炮弹就能拦截击落一架飞机 只是这样的代价还是太高了 二战结束后呢 美国海军根据相关统计数据 使用普通炮弹的话 至少需要2800发以上才能击落一架飞机 所以呢 高射炮击落一架飞机的成本 往往是高于飞机本身的 甚至超过飞机好几倍 另外除了高射炮操作繁杂 效率低的原因 导致它击落飞机效率低最重要的因素呢 还是所使用的炮弹引信 大家都知道 手榴弹拉开引信 扔出去后 数秒后才爆炸 如果对方躲得及时 那大概率就不会被炸伤 飞机在空中躲避高射炮弹 与之类似 简单来说呢 就是炮弹设定好了时间 却被飞机躲过了 该爆炸的时候 由于不到设定时间 于是便和飞机擦身而过 不该爆炸的时候 却又提前爆炸了 这些缺陷让各国非常苦恼 而那时候的炮弹引信 能分为两种 其一呢 撞击引信 就是通过机械力的作用 在炮弹击中敌方飞机时 激发壳内的爆炸装置 击毁目标 理论上呢 这是很完美的起爆方式 但缺点也很明显 由于飞机身处在数千米的高空 地上的高射炮 很难瞄准不停躲避的机身 用在低空飞行物上 效果还行 高度一旦达到几千上万米 那就只能看运气 其二就是延迟引信 作为一种机械式拨盘 该引信上面有刻度 能在约30秒内 自由设定起爆时间 这个时间呢 需要由炮手团队 用测高仪来计算 然后调整时间 装炮发射 因此 延时引信的核心 就是精确的预测飞机高度 不过就算炮手预测的再精准 一旦遇到那些机动性较好的飞机 那么不论是撞击还是延时 特别是在1940年7月 日本零式战机服役之后呢 基于小巧敏捷的优势 零式的爬升速度和转弯半径 是当时全世界所有战机都比不上的 因此上述三个原因 即操作繁琐 起爆效率低 飞机容易躲避 是二战前期高射炮 所需要数千发炮弹 才能击落一架飞机的主要原因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当时为了解决高射炮效率低下的问题 二战盟国都在开发更好的隐信 那么核心呢 就是想让炮弹既不依时间起爆 也不依靠撞击起爆 而是在飞机附近起爆 在一定范围内 给予飞机致命一击 而这些研究的产物便是进炸隐信 该隐信曾经被称为非触发隐信 是按照目标特性或者环境特性 感觉目标的存在 距离和方向而作用的隐信 配用于杀伤弹 破甲弹 杀伤破甲两用弹时 可以更高效地发挥出弹药的杀伤威力 不仅是最有可能实现弹药解除保险 和发火控制智能化的隐信 亦是最能体现弹药先进性的一种隐信 特别适合在高射炮或者坦克上使用 1940年 英国发展出了与雷达原理相同的 无线电进炸隐信的原型 只不过还没等到英国在军队中 大规模普及和运用 战火便已经烧到了英国本土 1941年12月8号 珍珠港事件后 美国正式参与二战 英国没多久便将该技术转移到了美国 之后在英国进炸隐信技术的基础上 美国科技及研究局完成了无线电进炸隐信的设计 并开始大量生产 无线电进炸隐信的使用 使得美国海军的防空火力 有效程度大为增加 在整个二战期间 美国一共生产了大约2200万枚 无线电进炸隐信 而配置了该隐信的炮弹 首次被用于战场是在1943年1月5号 轻型巡洋舰海伦纳在南太平洋 用配有无线电进炸隐信的127毫米火炮 成功击落了一架日本的轰炸机 根据战后的相关统计 美军舰载防空火炮的主力 127毫米炮使用无线电进炸隐信时 击落每架敌机平均是只需要500发炮弹 而使用常规炮弹时则要多出4倍即2000发 在战争后期防御日本神风赶死队攻击的火炮 大部分都是得助于无线电进炸隐信 那么好了 说完二战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 随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 防空导弹的迅猛发展 精度高速度快的各式防空导弹成为了防空的主力 不过防空导弹也并不是万能的 它在末端防空上作用非常有限 一旦敌方战机或者导弹突破防空导弹的拦截 那么有着高射速高机动的高射炮 就成了要完成保护地面的末端防护 其作用是防空导弹无法取代的 另外高射炮还有着极高的可靠性 虽然现代各国导弹技术日趋成熟 但是在未来的作战中 随着电磁波的应用越来越多的导弹容易被干涉 从而无法正常的执行任务 而与之相对的 电磁干扰对高射炮的影响并不大 雷达失效后 士兵仍然能利用目视进行作战 而且大口径高射炮不仅能作为防空武器 还能充当反坦克武器使用 由于大口径高射炮拥有超高的出始速度 炮弹飞行路线又接近于直线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二战德国的88毫米炮 虽然它是一型非常成功的中口径高炮 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却是它无与伦比的反坦克能力 出色的战场表现甚至获得了坦克杀手的称号 至于小口径高射炮 在一定条件下平射开火 也能充当地面支援火力 其高射速和高射程能有效的打击地面有生力量 进而实现一炮多用的效果 此外最重要的是高射炮比较便宜啊 正所谓先进的武器 它的使用和维护成本就会越高 目前各式防空导弹的造价低的几万美元 高的数百上千万美元 再加上地面防空所需要消耗大量导弹来提升拦截率 一般国家是根本玩不起 与之相比的 高射炮的弹药要便宜很多了 近距离防空使用高射炮能极大的降低成本 总结来说 虽然防空导弹的技术是不断更新 但高射炮呢 也与其进行了融合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弹炮合一 将高射炮和防空导弹完美结合 拥有摧毁概率高 火力密度大的优点 极大的提升了对中低空目标的打击能力 这也是现今各国发展高射炮的主要方向 麻烦想便宜开 这也是便宜了 这也是一遍 但是最后发展高射炮的主要方向 提升高射炮能极大量导弹 要看到这些部门的独立 温免的雪